时事焦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国防副长曾经斗出席了5月31日到6月2日在新加坡剧情第18届相隔离来对话 并在会议上发表演讲 会议期间他还同中国和美国的多个国的国防副长 轮返举行了多边和双边的会谈 还有韩国国防副长和美国国防副长代理撒纳汉 在6月3日上午在索尔进行会谈 就韩半岛安全先况 还有下半年的韩美之间的军演 还有战事作战智慧权 移教等司议交换了意见 这是萨拉罕今年1月当代理国防副长以来首次返韩的 今天的视作战节目就为了第18届亚洲安全会议的成果和课题 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今天特别邀请的是两位参加 一位是直约亚洲广播电台的刘春宏记者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家徐明吉先生给我们点评 两位好 首先刘记者就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亚洲安全会是什么 亚洲安全峰会 也叫亚洲安全大会 它的右名叫香格里拉对话 因为是在香格里拉饭店 那个饭店就有名了 它是由英国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 和香港的国防部协办的 所以它是从2002年开始办 我们就记得2001年是911 所以是在911第二年在举办的 然后呢今年是第18次 这个会呢香格里拉对话 由于刚才你说的 在香格里拉这个酒店举行 所以它也叫香格里拉对话 也叫相会 简称相会 它是每年6月初 就是5月31号 还是6月1号开始举行 一般举行三点 今年是5月31号晚上开始 然后呢6月2号结束 今年的亮点是 中国在时隔8年之后呢 派出国防部长魏丰和出席香格里拉对话 并且是身着军装发表演说 然后与美国代理防长沙拿汉有过对话 然后我们关注他 他的对话里面身着军装本身就有一种很威风的感觉 然后他谈到一些中美的贸易战 然后他在对话演说里面讲就是说要谈大门敞开 要打奉陪到底 然后呢就是说谈可以打奉陪 然后七呢妄想 这句话呢是 口气很大 对这句话呢假如是说原来是商务部长官呐 外长呐说呢就比较说我们是可以就是有一种感受 一般的普遍的感受 但是一个国防部长身着佣装 然后这么说的话让人一个非常一个震撼的感觉 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就在这个相会之后的几天呢 就在中国的波海那边有一个是幽浮现象 后来就是西方媒体报道说这可能是巨量3 巨量3是射程一万两千公里的千色导弹 然后是一个超高速的一个导弹 是对于就是对于这个魏丰河的一个说话呢 要给予一种强力的支持 其实啊这个中国国防部长穿个那个军装 其实没什么什么奇怪的 因为他是先例的嘛 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长不一定是先例的 那徐明基教授啊 就是中美贸易战发展到那个技术战的情况之下 媒体的主要焦点就集中在这次的那个中美两国的防长的 那个会晤 是这次也是火药味很重的 是啊 那么当然这个双边呢 当然因为现在除了这个就是贸易纠纷以外 发生什么南海问题啊 什么然后呢就技术问题 什么发展到通信呢 什么甚至什么现在汇率也出来了 什么连美国国债什么等等 现在这个范围越来越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举行了这个相隔理来对话 当然这个对话呢都是一般是防长参加的嘛 那么防长的话呢就代表一个国家这个国防的嘛 对啊 所以说这火药味比较重 那么双边都说美国也说这个如果说是这个要打的话 那么有能力赢了才能防止这个冲突 那什么意思呢 这个中国防长也说要打就打 对吧奉陪到底 刚才刘记者也说了 那美国的意思也是这样 而且他说我们这个有足够的资金 叫国防经费啊什么 可以随便可以操纵 随便可以花支出的有60%以上 怎么样就是说要打的话两边都说都可以打 但是呢还是多少 有时候说话要稍微要礼让一点 所以刚开始说的时候呢都比较客气 那么到后来呢就说的比较这个严肃一点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呢这个在这个亚洲地区 那么除了这个半岛问题以外 那么其他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亚太 这一部分嘛 那么这里呢当然有这个东北亚 包括南亚在里面都在都牵扯到在里面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美国方面就说了 这个中国当然他没有这个就是针对性的 但是多少拐而摸脚的说 说反正是你是危害这地区的什么利益和安全 那中国说的我们绝对不会这样 我们都是呢为了维护地区的安全 发现两边各有一词嘛 那不管怎么现在呢这个有冲突 那么举行会谈以后呢 到其他各国的一些有关人士 有的是赞成有的是反对 有的说啊这这这个是中国是要这样这样的 那有的支持的人说啊呀中国这样这样好 那不管怎么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在这个不只是在亚洲地区 现在就是在整个这个印太 这整个范围来说的话呢 这个都比较严重 所以说那个像那个美国的代理国防部长的 山大汉就强调了 他说这个他们这个优先 他们战略的优先地区现在放在哪里呢 就是印太 印太平洋这一块 那么这个呢也表示说 这个连这个所谓的像南海问题 还有一些就是包括台湾问题啊等等 都包括在里面了 那么在台湾问题这一方面呢 因为美国跟台湾的现在好像有有些是高层的往来了 然后呢这个有些地区有些那种名称也稍微改变了一些 这表现出呢比较亲近 然后呢这个好像美国现在有意要出售给这个台湾这个什么F35的什么战斗机啊什么等等的情况 那么这个呢就好像这中国认为这是危害中国的国家主权 因为中国一直强调说这个台湾 不承认台湾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所以我们一般说台湾的时候 这中国都说是台湾地区 他不会说承认你是个国家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说是哎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呢 这个可能会在两岸这边呢也会加剧这个紧张局势 那不管怎么样现在就讲两边就发表的内容呢 大部分就是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看谁能在这边呢能取得优势 在这方面好像是各国跟各国的盟友一起那么加强合作 现在不是这个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也在俄罗斯嘛 在俄罗斯呢 什么H那个公司又签了什么东西 所以说现在呢变成了有点回归过去的一些冷战时期的这种这种格局 好像有这种迹象现在是显现在外面 其实5月31号我在国外的时候看那个中国国防部长的那个一种面谈的一些内容啊 非常如何感觉好像比较符合这次那个亚洲安全会议的一种种子 但是呢6月1号就开始那个国要为浓浓的啊 那刘记者就是美国国防部长就是代理啊 就是刚刚发表了那个英泰战略报告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啊 就是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印太战略报告啊 就是他的People to Asia 他是重返亚洲亚洲均衡 后来在2017年11月的时候 特朗普总统访问亚洲的时候 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叫印太战略 就是把以前的太平洋这个这边这边呢 发展到联合太平洋 就是把那个印度再加上去了 所以是这次呢 在6月1号 美国代理防长呢 他发表了一个有55页的印太战略报告 沙纳汉贼在就是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的报告 其中呢我关注的一点就是说 他是他对外表示说 我们原来投入的资金呢是290亿 现在我们要增加到600亿 然后这个他不单是这个投入这个资金的翻倍 从300亿到600亿啊 除此之外呢 他就是更巩固更具体的描述了一些 对于亚洲国家的 他一共分五个章节 其中就是说到 就是说在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菲律宾 泰国 这些盟邦呢 他加强他们的这些与盟邦的关系的 巩固 然后呢在东亚方面加强于印度的防御伙伴关系 然后再寻求于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 蒙加拉 尼布尔的新的伙伴关系 然后继续在东南亚的合作伙伴关系方面 包括越南 印尼 马来西亚 温莱 老挝警 普寨等等 还有另外再加进去传统友邦 英国 法国 加拿大等关键的友邦呢一起合作 所以是等于说他认识的这些国家呢全部都加进去 唯独呢就是没有列到中国 中国就是一种这一个印太战略的一个要针对的一个对象 所以是当然刚才你说的中国方面有一些强烈的防感 其实过去是这个全球分为七个战区 这是美国国防部的概念 但是那个太平洋太平洋那个司令部 现在改成了印太司令部 所以对那个美国对印度太平洋的那个关注度是有一点变化 而且那个印度太平洋战略呢主要是日本提出的 是美国接受 然后改成为那个印度太平洋战略 我觉得它就是印太战略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把印度加到这个 原来是美国和日本为主的一个亚洲的一个战略 加上印度 印度虽然好像是说要加入 但是印度它是一个人口大国 然后现在往经济发展 但在军事方面它的作用我觉得没有那么大 然后印度在一个印太这方面并不是像日本那样非常积极 我觉得它的积极程度呢没有日本那么积极 我觉得日本呢因为它说不好听的话有一种这个像军事崛起的 这种感觉给我们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它对这方面呢是比较积极一些 然后呢现在情况看起来呢 美国在这个亚洲地区最大的军事盟邦应该是日本 不是韩国 所以这个在亚太这方面呢 印太这方面呢 在日本呢非常主动非常积极 那么韩国呢加在中间 这个这样也不是那样不是 韩国政府也是在这方面呢是稍微为难一点 然后呢现在好像有一种概念 就是说就把这些这个就是西亚中亚东亚都这样联合起来以后 要围攻中国的一种感觉在那里面 所以呢就像中国呢 当然现在通过什么一带一路 像这种这种方面找个出路 有个突破 然后呢实在现在情况是这样 所以呢习近平主席呢 就就访问俄罗斯来加强 这过去传统的这种关系嘛 所以说现在这一块呢是你往地图看的话 这边大概都是包在一起了 那么这边呢现在当然有一些国家还没有政治表态 但是呢大部分美国现在就是比较在这方面推的比较这个厉害一点嘛 所以说大概也有不少国家有参与这个所谓的印太这种战略 因对那个印太战略报告这个中方也是毫不失落 他也发表了一个关于中美贸易磋商的一个中方理想 这个就是现在就变成了硬碰硬了 现在就是说因为双方现在都对对方的产品 这个出口的一些物品呢就加征关税嘛 现在都是25%了嘛 贸易战 对对对 那么现在这贸易战呢并不只是因为双方的贸易摩擦而产生的嘛 因为这个呢是牵涉到其他各个方面 就刚才提先说的那些 就是说连这个领土纠纷也包括在领海洋的纠纷 然后呢科技的纠纷通信的纠纷 然后就在两岸的问题什么 种种问题现在都加在一起 而且呢这么双方呢都互不相让 现在变成这种情况 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呢 当然双边还是有意说是要谈 比方说像这个半岛问题上 特朗普总统 美国特朗普总统也希望说是还是要谈 那谈是归谈 但是呢这个施压还是施压 硬还是硬 就是说呢 看看就是谁能 这个更有力量的遏制下去 谁能变成最后的赢家 现在是看这个 那么现在中国呢 中国方面的立场是这样 我已经做出了这么多让步 你还是得寸进尺的话 那么这个永远没完没了 我这边让了 下次你又要求 那么再让一次又要求 那美国方面不是 美国方面是说 你中国呢 这不只是在贸易方面 你在这个这个就亚洲地区呢 你也是好像是 你不管是用一带一路也好 什么方式也好 你也侵害到这个 其他国家的一个利益 所以说美国在这方面呢 也是持这个强硬的态度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这样就也发表了 什么有关什么白皮书也好 怎么样 就是现在呢 就是说中国阐明自身的立场 我们呢 也是希望大家 全世界呢 都是能互利共赢 怎么样 绝对不会说是什么 侵害别国的利益 但是美国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在这种 硬碰硬的情况下呢 现在这个问题 到了这个这种情况 那么会不会说是 这个在过一段时间以后 再缓和这个所谓的 把那个所谓的这个 关税再往下降 这个呢 我看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那个短时间点是不太乐观 那海文媒体是怎么报道 现在那个中美两国 对峙的这种现象 就是我们现在 从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它对造成我们的股市动荡 经济发展的一个退步 我们这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现在看的是去年 美国发起贸易战的时候 他说的非常明白 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是顺差 对美国来说是逆差 所以说我们要修改这个贸易 就不平衡的这种情况 但是后来谈谈谈谈到谈了一年以后 我们就是他说是现在是要打压 就是中国的中国的这个科技公司 然后打压中国的就是不允许到中国出售 这些零配件 然后不允许购买中国的这些科技商品 我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 就是把这个东西扩展到 从贸易电线 技术战现在变成金融战了 科技战 然后科技战 然后下一步可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金融战 因为在1995年当时日本也是最终是金融战 然后后来变成汇率 在压倒日本的 我想这个都在同一个模式上 现在是怎样呢 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英国 还有蓬佩奥也访问德国等等 他们就是一个劲的告诉他们的盟邦 就说你不要用华为的商品 你不要卖商品给华为 你不要采用他们的装备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很公道的做法 这令人有一点怀疑 我觉得这也是你说是一种积极的施压 但是一个国家对一个企业的施压呢 这个我觉得继续要关注 为什么呢 就是假如是有一个嫌疑或者是有证据的话呢 就是到时这个情况会改变 但是现在来看呢 就是我们收到的那个一些信息呢比较有限 因为呢 所以就觉得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什么样的内容 为什么美国要这么抵制那个中国的企业 这个还得看呢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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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应该这应该说明因为他在他就说花呃有一个backdoor的问题 那backdoor的问题 那有后门的话你你说了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你应该就是拿出一个确凿的证据来 有有有有我们三个星期已经谈论过这个附近已经有有有有有就是有欠扫的证据 但是为什么说韩国媒体呢 我们就是对韩国有一个要求是增加要搜索这方面的一个信息 对对这样的 所以是那刘基哲啊就是我们再问一个东西啊就是说一直处在那个将军的韩日关系 通过这次的那个亚洲安全会议呢就是有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啊 韩国和日本的防长都接触过嘛 那到底两人就接触的时候到底谈了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对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一月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韩国的战船 然后呢一个日本的就是战斗机 然后他有一个辐射的问题 后来呢是发展成一个军事上的摩擦 然后在这个摩擦之后呢就是在相会上 韩国的防长和日本的防卫大臣呢 那有一个就是韩国美国日本这三方会谈 然后对于这个就是微妙的军事关系呢 那双方就是说我们这是过去的事情呢 是有这个事情的发生 但是往后呢还需要继续双方的继续合作 所以看来好像是韩磊之间有一些变化 可以这么理解的吗 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我们在文在寅政府以后呢 就是对于未安妇问题啊 还有历史教科书问题啊 还有一些劳工强征的问题等等 就是在这些背景下发生的一个军事军事摩擦 所以是在但是我们与美国都有一个同盟关系 日本和美国也有一个同盟关系 所以在这个三角同盟关系自己的框架下 韩国和日本 日本和韩国都有必要恢复原来的一个友好关系 徐教授啊 最近那个美国打那个台湾牌签制那个中国啊 是不是那个美国对台湾政策上有了新的变化 或者是政策化的那个轨道上可以理解 在美国方面好像是有 有那么点意思 你前面也刚刚提到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我们就可以看看这美国这个代理国防部长 这个沙纳汉 他的发言和这个中国国防部长这个魏丰和 他的发言我们可以一个对比一下 那美国这个沙纳汉 他说了 当然前面说的是当然要构建什么关系 这个是比较客气的话 后来说的几点 就说他说 在中国和美国是这个竞争关系 但是呢 这个不代表这是一个冲突 就是这样说 所以呢就不要怕竞争 现在呢美国的名义上就是竞争 但是这是不是公平的竞争呢 我们大家还要再想一想看看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中国可以在区域内进行合作 但是要停止侵犯他国利益 就是说呢 美国的看法是这样 你呢是以合作这个名义来侵犯 这个周边国家的利益 这个呢尤其是在这个一带一路 这方面比较凸显 美国方面是这样 然后最关键的问题呢 就是有关台湾这方面了 就刚才也说了 他说要将履行 这个所谓的这个台湾关系法 就是说呢 我刚才之前我也说了 现在双方的关系呢 好像已经升级了 对吗 所以说一般这个台湾人士到美国去的 很难见到美国的高层关系 什么这一次呢又见到 所以说这个连这个所谓的这些机构 交流机构的名称呢 好像听起来也是比过去呢 好像格格调呢是往上了一些 所以在这方面呢 就美国就比较忧虑了 然后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美国呢要向这个台湾提供 所谓的国防服务 国防服务就刚才说的一些什么 最新型的什么战斗机 轰炸机 出口武器 对对对 这些方面都包括在里面 还有美国呢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 这台湾海峡这一边呢 经常派遣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呢 在这边来巡逻一下 这个就是说 那么最近呢 好像这个关系呢 比较更近了一些 所以说呢 跟以往的那种情况是不太一样 以往如果说是 就是定期性的 就随便看一下的话 现在呢就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还有强调说 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 就是说呢 好像说这个 有点支持台湾 独立的这种 这种感觉在里 所以呢 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 魏芬和呢 他表现 他这语气就非常强硬 他说了一个三点 第一个呢 就是任何分裂中国的这个企图呢 是不可能得逞的 他就说 这个不习 他说了绝不会说是 不承诺会放弃使用武力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又有可能使用这个武力的意思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台湾问题的行径呢 都是这个注定会失败 就是你如果说干涉台湾的问题 以后呢 你可能吃不了兜子 好像是有这种观念在里 所以说这个 因为他说这个中国军方的立场 非常坚定 你不要太低估我们 意思就是说 要打的话 真的 这个不是贸易战的打 这军事战 这军事也要会打 但是我这个 也不敢跟你保证说 我这个不动武力 这什么呢 在台湾问题上 你说在南海问题上呢 可能牵扯到比较多的国家 所以说呢 这个如果说 当然这个局部性的 说不定也有可能 但是这种可能不太大 因为这个牵扯到国家比较多 但是两岸的问题 台湾问题呢 因为他 他认为是国内问题 对对 他们觉得国内问题 国内的问题 你不应该干涉我们的问题 对不干涉内政的 我即使使用武力 你也不要干涉 好像有这种情况 那美国方面呢 如果你动用武力的话 我们也不能这个做事 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两方双方面 美国和中国呢 就是对峙的比较强烈 有记者 就是说中国和韩国的 那个房长之间也会晤了吧 到底呢 召唤了哪些意见 房长在1号 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 1号呢 进行了一个对话 就是他们就是 双边国防交流合作 正常开展 然后呢 空军直通电话的开通 还有一个双方对萨的问题 还谈了萨的问题 一直拖了两 排了两年的问题 韩方可与了充分的说明 和中方也表示理解 然后呢 还魏丰和当天呢 邀请郑金斗 房长呢 访问中国 是这样 那薛教授 就是韩美房长之间 就是撒拉罕所会晤的时候 或者也攻上了一些联合一个军训 还有那个作战指挥证的事 之前不是在新加坡也见了吗 对 那么然后呢 这个一结束 就就到韩国来 这个好像是 商量汉这个头一次 是 出访 对吗 那不管怎么样 那讲的这一次呢 讲的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联合军演的问题 现在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 这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呢 已经都取消了 那么现在呢 就是比较小规模的 那么不管小规模也好 你这个如果是牵涉到 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的话 那么这个这样 这指挥呢 有谁指挥呢 有韩国军的这个四个星的 什么上将来指挥 那么看看情况怎么样 如果说满足那所谓的 三大条件的话 如果你有充分的 有能力的话呢 那么现在是这样 战时作战指挥权 被无限期的往后再推嘛 就移交的问题 那么这个 这个文在寅总统 这政府成立以后呢 又拖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文在寅政府 或者文在寅总统呢 是希望能在他的这个任期内 对 2020年 要把他拿回来 如果这种军演的 这个韩军的一些将军 如果说是 觉得这个 他们的有 验证出他们有这个能力的话呢 现在是希望能在这个 就是2020年呢 能把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 给这个收回来 但是呢 这个要看 再看情况 因为到目前为止 一直都说要要要 但是一直拖到现在 所以呢 能不能真的拿回来呢 这个我们还是要再 再再要看一看 您是怎么研判 就是现在的中美军事关系呢 中美的军事关系呢 其实跟美国本地呢 是很远的 因为都跑到这个亚洲来了 像问题就是 中美的军事呢 也是在亚洲这一块 现在呢 就是又出来一个 所谓的印太战略 所以说 这所以说这个 这个怎么讲 就是扩大了 比过去呢 是扩大了一些 再说这个中美之间的 过去呢 就是说 因为有北韩的问题在这里 所以说在这个 东北亚这一块 比较盛行 但现在呢 包括那个南海问题在里面 所以都扩大了 扩大了呢 跑到这个南亚地区了 南亚地区现在又包括印度 现在这个层面广了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 这个当然 因为中国以前就强调说 要什么崛起 要什么要崛起 军事也崛起 什么要崛起 所以美国觉得说 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你刚刚要崛起的 不把你压下去的话 那么以后就很难对付了 所以说呢 美国呢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比较下功夫 就是说 不管你是经济也好 军事也好 哪一方面也好 外交也好 想利用刚刚 就是现在刚刚要起来的时候呢 把你压下去 不能说时间拖太长 所以现在这个闹的 目前就这么僵这么硬 怎么看 好像是第18届 那个亚洲安全会议的内容 整个内容 好像跟安全 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好像中美之间的交锋 就比较凸现出来 所以连半岛的问题 现在都被撇在旁边去了 应该其实半岛很重要 要求中美国家寻别人在 我们怎么样 就是说那个国际政治的 国际关系的主题 就是要和平与发展嘛 就希望是这个安全会 得到比较圆满的一个结果出来 好 今天的社交电节目到此为止 谢谢收看 下周见 再见 再见